在外套男子才走出大門 準備接過外送人手中餐點時 突然一名男子拿著不明議題 朝他臉部狂噴 接著有好幾人 從上前就是一陣拳打腳踢 對方人多勢眾 男子根本無力反抗 我們有下個道 對啊 那你一直有欠錢我怎麼辦 回到事發大樓 住戶聽到消息都相當震驚 因為大樓時常有人點外送 而且有保全助手 竟然發生住戶在門口被掳走 事件就在高雄左營 明十六號傍晚五點多 白白就司機送飲料跟漢堡 到民族一路的一處大樓時 唐姓男子取餐時遇襲 招人噴辣椒水 還被四人圍毆 最後更直接搶壓上車 而涉嫌犯下這起掳人案的是他們 24歲的黃姓祖賢找來四名同伙 其中最小的才14歲 而且掳人原因居然是為了女人 24歲的黃姓嫌犯 跟32歲的唐姓被害人 雙方在酒店喝酒時 針鋒之處 在微信上互嗆 沒想到黃姓嫌犯一氣之下 竟然糾重開車掳人 雖然五人最後在八小時後到案 但被害人卻不願出面 原來被害人先前因妨害自由被判刑八年十個月 但他沒到案遭通緝 這次被盧走獲釋後 神隱躲了起來 警方除了將五名嫌犯法辦之外 還得想方設法盡快找出這名同企犯 TBS新聞徐克城劉璇高雄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